大家好,我是爱莫逊,就支持朱公 爱莫逊带网口Motobus模块是集成了网口和485通讯口的IO采集模块 那么它有一路网口和两路独立的IS-485接口 其中一路在模块的左边,它是一个IS-485九张接口 另外一路在模块的电源旁边,它是一个A正B负的一个接线端子的IS-485口 那么模块的网口支持的是Motobus TCP协议 而485口支持的是Motobus RTU协议 如果您的设备它是支持Motobus TCP协议的客户端设备 就可以通过网口访问模块的IO数据,响应时间为5毫秒 如果您的设备是支持Motobus RTU协议的主站设备 那么就可以通过485口访问模块的IO数据 响应时间是50毫秒 那么除了IO采集之外,模块还可以作为窜口服务器 有Motobus TCP和Motobus RTU互转和TCP转485透传功能 还有RTU主站功能 即模块的485九张口可以作为RTU主站 可以最多带6路Motobus RTU重站并转成网口Motobus TCP通讯 那么这些功能可以在模块的配置工具或网页设置中自行配置 用户可以根据需求购买不同的IO点数模块 每款型号除了IO点数不同之外 其所有的功能是一样的 以上介绍到这里,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